妈妈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事 最近的一个拍的那个熊片 我那一次是跟着我妈妈带她去了 我也知道这个事情 医生也是说是因为那个家暴 然后打的这个引起的 所以每天妈妈谈到这个事情的话 我就觉得很难过 妈妈这个东西常年累积下来的这个暴打 最近这打的话 因为我们都长期在外面参加工作以来 就没有在家里待过 所以说妈妈每天的这种家暴 我都心里很难过很难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跟谁说 这个事情你有试着跟爸爸沟通过吗 因为我了解我爸爸那种性格 不管是什么事 他很喜欢憋着心里 或者说当他没有发泄出来 过几天他绝对会拿这个事发泄出来 就是用这种传达脚踢 这种家暴型的 就是对我妈妈发泄 但具体的这个暴打每一次 我们都没有在场 我只记得小时候 竟然是三更半夜 醒来的时候 妈妈就在那里大哭 打得鼻气年重的 我记得妈妈跟我讲过一次 印象很深刻的 妈妈一个人就打得就是 已经应该是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 他甚至走过坟山你知道吗 他整个一座山传世坟墓 他没有那种害怕感 他回他的娘家 他的娘家离我们家是有20多里 就是走路回家的 晚上吗 晚上 我就想试问一下 如果说你的妻子 是这样的情况下 离家出走 你就没有一点担心 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 他将在讲的 你就会跟着说